提供的時候,我們都會殺你說 我們切人的角度,還是切 這個產業競爭的角度,還是切土地的角度 毛豆的事情後來變成土地的事情 那是後話的,就是說 但是也是因為前面的事情 跟後面的事情被關注到 原來我們有這麼好的產業在這裡 這個產業經過這群人很特別的努力 他們想辦法去弄個國外的機器進來 想辦法克服了很多 這裡不會有的條件 然後創造出了一個毛豆的奇蹟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切人 上一桌看其實後面 我還會再跟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我們都會切人 雖然因為人最容易感動人 這是我們的經驗 那我不知道在環境報報 或是說在一些工業報報上面 你們覺得這樣操作是不是妥大 但是因為我們 就是說在我們做過的一些新聞學的訓練也好 或者說我們看這些紐約時報 什麼這些time 這些所謂國際一流的武力師獎 這些確實我覺得還是要學習一下 就是說雖然是美帝 但是我們還是要學一下 就是說他們這些很成熟的 有這種報業的歷史 操作出來的題目 他們確實最感 就是最能撼動人的 911的事情最後還是簽人 講在911的時候 有一通電話沒打出去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人才能吸引人 而不是一進來就說 就是一串數字 他死了多少人 然後幾點幾分 然後幾 然後這個後來半個小時之後 哪邊的房子又倒 這些事情 他完全只是一個 事實的敘述 他 不Sexy 不Sexy 像在上週的經驗裡面 切人比較好賣有沒有作證 當然切人比較好賣 就是大概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 這個也不用什麼測驗 因為你到後來 其實商業工作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們的女性徒者 不見得比男生少 我們女性徒好像算到52% 53% 就是其實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所謂商業的這種 其實還蠻多女生喜歡看 他可能 因為他故事寫得還蠻好看的 那場景的敘述也還蠻多的 所以他很容易用文字 就是說他代表一些閱讀的樂趣 所以角度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角度進去 他們在小鎮 那他們就這幾個人在臉孔 那故事就開始從這些人講進去 他是一個開著BMW的農夫 然後他是 他爸爸以前是豆豪 然後他爸爸在賣毛豆給日本人的時候 去日本台生業的時候 死在民國無空難 那你說 你們怎麼去找那麼漂亮的故事 那當然是花時間 就是不是下去就剛好問到 你爸爸怎麼死 沒事問問人家 當然跟他不斷的 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這邊做東西 可能也會比較精緻 也是因為其實他 其實我覺得 跟開一家店一樣 東西要做好一定要投入 那有技術有辦法 那還有時間 有資本 包括時間的成本 資金的成本 我們可以常常的 我們在這邊比較幸運就是說 比如搭高鐵啊 什麼這種東西 沒有什麼限制 因為我們只希望把東西做好 那我們有市場的資源 可以讓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把東西做得更好 那 所以他就接了爸爸 他就是一個動農 然後接了這些事情 然後開始 台糖的土地 然後 因為過去大家都是做小農 沒有大農的經驗 所以他們做大農 第一年賠錢 第二年賠錢 賠到他兩千多萬 他每天晚上 這個已久度日 然後他都不敢打電話回去 他媽媽打電話來 他說 就是他都幾乎跟家裡斷絕的關係 所以這裡面的故事 其實大家等一下再把那 稍微翻一下就是說 那這裡面的故事 他一定會有佐證 就是說 有數字的佐證 這個是 在這個報告必要的元素 那我覺得那個都比較技術面 就是說我們 我們擅長去 喜歡去切人的東西 雖然它叫財經的報導 雖然它叫國家 這個產業競爭的報導 但是 還是切人 我們今天在講 這個自行車產業在講 其實我們都是切人 切流行標 他為什麼要跟美麗達 成立一個team 把工廠打開給敵人看 我們還是切這個 經營者的心情 那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 可能我念心理器有關係 就是說 我覺得 其實最後我的經驗是人 還是很容易吸引人 其實人還是喜歡看 就像我剛稍微講一下 台湾大地生 我覺得大家就很 開始真的故事 開始就有感覺了 對啊 那這女孩子 聽到媽媽 跟舊男生說 舊哥哥 那個心情是什麼 然後這個心情 陪著她長大 然後郵件 大家回去看到她媽媽 那個心情又是什麼 人的東西 永遠是最吸引人的 這是所有的報導的素材 那我覺得 會也是越硬的東西 我覺得人的味道 要越進來 它才不會變成只是 因為我還是講說 現在的免費的資訊太多了 現在說 就是資訊的氾濫 的這種程度非常多 我今天要去Google 我今天要去理解一個Fact 我要理解一個Fact 其實Google就有了 我要理解一個 一套數據 然後輔導值得多少人 車工比值得多少人 然後他們去Google 其實那個工具性的東西 都可以幫他們解決的 這些Fact的事情 當然這種東西有時候 會有人批評叫煽情 那我覺得這個尺度 看大家自己怎麼拿捏啊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我們 我們他 我覺得我們在把好的事情 透過一些好的 透過一些技術的能力 讓大家更被理解 然後產生影響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多一點詹情 我個人覺得是還可以接受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 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 至少你把大家的情感 凝聚起來去理解這個事情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 常看上一套 我們其實的論述都還蠻邏輯 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視 這些數字的呈現 這些事實的邏輯 我們寫一家企業成功 絕對不是只有寫他自己說 他自己多好 我們還會訪問對手 還會訪問他的上游 訪問他的下游 別人怎麼講 這個工會怎麼講 我們訪問一下眼鏡公司 我們另外訪問眼鏡的這個 我們問一下這個這個這個 眼鏡的這個協會 工會他們怎麼看這家會員 就是說我們不能讓他自己講 那這些事實的元素都要兼備 然後我們用一個開場 用一個故事性的開場 用一個戲劇性的開場 用一個張力的開場 用一個情境的開場 吸引路者的眼球 進到這個故事來 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論理 你會看到毛豆的故事 就是我們所有數據都會彈開來告訴你 1980年到2000 1980年到今天 台灣的毛豆的出口量多少 這個這個這個進口量多少 出口量多少 然後到日本的市場的這個 被什麼時候被中國超越什麼時候 這個越南人又上來 那這些人他們拿一年 這個一年的價格是多少 那他們投了多少的金額在裡面 數字的交代這個是我們的基本功 那只是說因為現在的這種 我還是覺得資訊的吸引 我覺得情感 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 大家覺得比較 我不說欠缺 就是說大家可能比較 忽略去描述的 那我只能說大家如果 之後再看上一週刊 或天下啊或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人的東西其實是我們的主軸 我們會非常非常在乎 我們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大部分會假定會說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漂亮的故事 我們大概就不會寫這個故事 因為他寫來鐵域就是說 然後他哪一年 他就變成這種 農民委會的這種 今日農村的報導 然後哪一年政府提供了什麼補助 哪一年打敗 就是他就 我幹嘛 我又不是做這樣 你有幹嘛看這個東西 可是你看這個 然後 從人的角度切進去 這個是我們的角度 一樣的一樣 這跟去揚迪山看畫的邏輯一樣 我們走了 後山哪一條路 走哪一條路上去 然後最重要的切入的角度 只是要讓我們看到 我們要最後要政府 要提出的是觀點 我覺得在上一週刊 我覺得各位的報導也好 我覺得和事 不需要更多人來講事實 但是我們的觀點是什麼 任何環境的題目 我們的觀點是什麼 我們站在什麼樣的 一種觀點 能說服人的觀點 那毛豆這個故事的觀點 它最後的觀點是說 它就是一個不認輸的毛豆 一顆不認輸的 一個不認輸的 一顆不認輸的小豆子之類的 它的觀點是不認輸 我們從這群人的故事裡面發現 他們就是 然後這些事情 最後我們想要歸解的是一個 不認輸的這樣的一種 觀點 我們看到的這些人背後 他們把一個產業拱起來 他們為了搞一個 這故事裡面都有交代 就是說大家可以用圖片 你看大概都交代的故事 他們為了要大農 然後飛到法國去看機器 到美國去看機器 因為台灣沒有這麼大 大規模農業的這種機器 然後買一個機器 800萬是當年可以買好幾棟房子 然後從港口開到 開到這個 都是這個農業史上 或是說在那個行業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那因為他們不認輸 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樣 就可以被 過了幾棟 幾棟 就是他們不認輸 其實最後的觀點是講一個不認輸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其實已經 百分之 我的讀者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 都不是做矛盾 也不是做農業 可是他們會覺得這觀點 鼓舞了他 鼓舞了他 就是說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群人 條件那麼差 都可以把事情做好 我們條件 以我們現在的條件 我們當然可以把事情做更好 其實我們最後的觀點 要邁與讀者的 是 是一個 立志的概念 類似這個味道 就是說 你今天不種毛豆也沒關係 今天不是農業的工作者 我今天這篇也不是在告訴你 農業要怎麼做 要怎麼變成一個毛豆的贏家 我也沒有意思要告訴你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 那這裡面有幾個主角 所以這裡面包括整個故事 包括他有一個研究員 有一個周博士 這個周博士 他雖然是一個小公務員 可是他 每年的這種食品展 跟日本食品展 他都自己掏腰包 花自己的錢做飛機 跟這群動農 跟日本人去交流 知道日本的客戶需要什麼樣的豆子 他去做改良 那這些都是 經過了一些田野調查之後 這個故事我大概 我大概做了快三個月吧 大概下去 可能超過十趟 來來回回 那有時候 就跟他們一直 聊啊聊啊 有一次是半夜聊到 聊到半夜他才送湯 有一次是跟這個主角聊到半夜 他才說 他有一段時間 已經賠了兩千三百多萬 然後他媽媽都聽到人家說 他要去獨國 他也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講 然後每天就 喝酒 然後喝到 就是 喝到全身都美麗 但是同樣很清楚 因為他很怕看到第二天的太陽出來 因為 要還債 就是有財務上的壓力感 就是說那個情境 他會是在一個 你跟他 你跟那個財王對象 有一個非常深 兼列的財王對象 他慢慢把他的一些過程 透過一些文化的技巧 讓他把那個 故事的那個 那個 那個比較有張力的東西 講出來 那其實做這件事情 無非就是讓這個報導 故事更 漂亮 但是他卻是事實 更有吸引力 更有魅力 然後他更 被更多人買單 那不然真的沒有理由 我們要去看一個毛豆的產業 因為他在台灣產業 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雖然他在台灣的 農牌米出口 站滿前面 可是我們的毛錢米 是這樣滿小的 是產生 面不過幾億 十來億而已 其實很小 那 這件事情 透過了這樣的一種報導的方式 的技術 我覺得 我們今天還是討論技術 就是說 姑且不論毛豆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關切 但是我覺得技術 技術面就是說 切點跟觀點 因為我們透過這個切點之後 我們進去看 看到了 我們假定位的那個觀點 就是說我們 我們透過了採訪的過程 透過了印證的過程 透過資料的收集 去印證我們的觀點 所以觀點也不是說 我們畫一個紅星在那邊 直接射過去 我覺得觀點是在採訪報導 這個採訪寫作過程 一路一路去找到觀點 其實 上一路應該是朱淑娟 那個朱小姐 我想他們獨立記者 或者他們做環境報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有觀點的 包括說 像之前的那個 激溫的那個紀錄片的導演 激的那個紀錄片導演 他們都是有觀點 比如說他們只是在 陳述以一個 事情的起承轉合 他們是提出了一種觀點 這個觀點是有 是有影響力的 是有吸引力的 那我現在是 就是說我先把 我現在能從觀點跟 角切點跟觀點 角度跟觀點這兩件事情 先跟大家溝通一下 那回到寫桌面當然不外乎 就是一些對比 就是說 欸 你看這個毛豆的報導也好 或者是很中文的報導 欸 一進來就說 對阿龍 為什麼會開VMW 來設VMW 我們就讓那個反差出來 就是說 戲劇的反差出來 就像剛剛講的 他很快在前面三分鐘 就會用那個反差出來 你就會開始想戲 那接下來怎麼樣 那姊姊後來怎麼樣 那姊姊 我們就開始被這個戲帶了之後 因為他的張力已經出來了 我們看到這個戲 這個戲已經開始展開了 那我覺得所有的報導 我覺得文字也好 或是幾千 一千多字也好 五千多字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戲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那個戲 那把觀眾眼球抓住 因為你